指揮中心說明台灣長新冠門診 主力科別都與呼吸相關 並指出先前的Alpha以及Delta病毒株感染者 容易出現肺纖維化後遺症 但羅一鈞表示這波Omicron疫情到長新冠門診就醫的患者 看起來似乎比較少 整體長新冠門診目前僅收案百例 後續收案情況則要再觀察 此外針對公衛專家表示 台灣疫情下降到3萬例後 可以開始考慮做流感監測準備解封 對此陳時中說 3萬例其實以這個疫情的規模 大概就相對的就是小 而且是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不管是醫療的量能或是各方面的整備 應該都可以做得比較好 而針對邊境開放的規劃 陳時中表示 如果要開放會逐步縮短減疫天數 目前來看3加4的可能性最高 並且會從商務相關人士先開放 要疫情下降後 評估醫療量能才能決定開放時間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玲 黃燕玲 台灣台北報導